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在2015年全市实现GDP2457.32亿元 据全省第一 除此之外 吴湖是长江水运第五大岗 煤炭能源输出第一大岗 是安徽省最大的货运 外贸 集装箱 中转港 可以说如今安徽省的发展是离不开吴湖的 接着咱再来看看另一座城市 六安市 六安市处于长江与淮河之间 大别山北路 地理意义上的晚西值得就是这里 六安为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 是国家级晚江城市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员城市 国家级交通枢纽城市 六安市素有白鹅王国 羽绒之都美誉 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羽绒原产地和集散地 羽绒服 羽绒被 鹅毛扇等各种羽绒和羽毛制品 花样繁多 元香美国 日本 德国 加拿大等国 所以说 五湖市与六安市这两座城市 扛起了安徽省的大半经济 你同意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